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受到前两年大流行红利告中 全球通膨压力大增等多方冲击 2022年,第二季起全球电子半导敌景器由热转冷 2023年,手机大多更进入寒冬期 产业链中,落后指标的晶圆代工在手机全面崩跌 包括台积电坦岩 由于智慧型手机和PC等终端市场疲软 以及客户的产品进度延迟 7奈米、6奈米产能利用率在2023年上半年不再处于高点 并低于预期 台积电估计至2023年下半年,需求才会缓步回升 由于PC、手机需求大跌 台积电7奈米、6奈米与5奈米、4奈米产能接受创 但出乎预期的是 最早落地的驱动IC、GPU等领域 似乎可能于手机最快恢复需求 台积电5奈米需求近期突然大增 第二季更有可能重返满载荣景 半导体供应链透露 吉丹来自辉达、AMD与苹果的AI数据中心当中爆红的ChatGPT推力最大 此意外盛况也将带动台积电业绩提前在手机落底第二季开始爬升 第三季将回到旺季水平 台积电指出 已在2022年第四季末量产的3奈米 在高效能运算、HPC和手机应用的驱动下 预期2023年将平稳量产 客户需求已超过台积电供应能力 预期第三季将开始贡献大幅营收 不过 台积电并未对5奈米、4奈米产能利用率情况进一步说明 据半导体供应链表示台积电在2022年第四季起 面临多家客户削减5奈米、4奈米订单 原本产能利用率满载的盛况 至2023年上半将跌至7成左右 然而出乎预期的是 市况变化剧烈、潜难以掌控 近月来台积电的大客户徽达 AMD与苹果陆续重启拉货 皆与AI、伺服器平台需求飙升有关 据称挥达向台积电下的机单 虽然因矿潮消退 致使RTX40系列订单大幅修正 但近期数据中心GPU需求爆发 分彩台机电7奈米、4奈米的A100及H100晶片 除中国以外 国际客户大胆涌入 尤其是高价H100更是供不应求 当中 挥达A100及H100同时 拿下Oracle长期大单 易与微软展开多年的合作计划 双方携手打造全球最强大的AI超级电脑 Microsoft Azure平台将陆续加入上万个A100与H100GPU 而值得注意的是 先前因遭美索中禁令波及A100与H100进销中国 未将中国市场损失降至最低 挥达快速推出可规避禁令的A800降硅改版晶片 也以下单台机电7奈米 预计第三季全面放量 来自中国客户的订单亦是大奔发 完全供不应求 如大客户百度及要求回答有多少交多少 订单规模相当可观 原本AI数据中心GPU出货就以快速爬升的回答 近期又在直接受惠迅速爆发的ChatGPT商机 客户对于AI晶片需求快速飙升 如ChatGPT的创办者OpenAI 已采用约2.5万颗回答GPU 来应应其当前的伺服器需求 且规模持续扩增中预估微软 Google等全球等大厂也将同步扩大项挥达下单 由于台积电独家代工挥达A100H100A800晶片 为手机产能利用率大跌的5奈米7奈米家族 带来显著止跌贡献 同样也受惠ChatGPT热潮抢袭的还有AMD 由于四伏器平台价效比优于英特尔 今年是占逐年扬升 虽然先前预估2023年首季 数据中心屏台影收将下滑 但仍乐观预期数据中心市场将于下半年转强 据了解AMD近日接获不少客户集单需求 CPU、GPU接单提前回温 并已向台积电扩大拉货力道 也成为台积电7奈米5奈米家族产能使用率 提前回升关键之一 并也盛传苹果大卡iPhone订单 使得台积电4奈米产能利用率明显下滑 但传出其AI晶片并向台积电扩大下单 用于自家伺服器平台 另据韩国媒体San Mobile报道 高通今年新款高阶行动AP晶片 骁龙7 Plus Gen1处理器 确认采用台积电的4奈米制程 原因是三星此前用于骁龙7 Gen1晶片的 4LP工艺效率不如台积电 从节能的角度出发 三星此次并未成功签下 代工新款骁龙7系列晶片的合同 证明台积电比三星的4奈米制程更高效 三星同时订单 对其代工制造业务来说是坏消息 作为去年骁龙7 Gen1的计划版 渴望带来更快的速度效能和效率 由于骁龙7 Plus Gen 亦将采用台积电的4奈米制造 而不是三星用于制造骁龙7 Gen1的4LP技术 这意味着骁龙7 Plus Gen1将比其前代更节能 看起来高通正慢慢地从三星代工厂 转移到台积电 因为三星在过去几年面临着效率和良率不好的问题 据此前消息 此次骁龙7 Plus Gen一新晶片 大概率就是代号为SM7475的新产品 采用一加三加四的八核CPU Adreno 730GPU 安兔兔综合跑分达1029731分 一举超过天机8200 SM7475晶片的Geekbench 5跑分单 核得分为1232分 多核得分为4095分 已经跟天机9000相当 尽管三星在4奈米和5奈米存在问题 但据韩国媒体报道 其3奈米GAA要好得多 但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它有多好 一些谣言还声称 骁龙8 Gen3将使用三星的3奈米GAA 但媒体也称 应该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 与三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台积电的3奈米工艺也收到新订单 台积电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将N3E投入商业生产 消息人士称 苹果将是第一个采用该流程的客户 实际上 台积电这家全球最强的半导体制造商 正在经历其尖端工艺的健康生产 这主要是因为A17 Bionic和M3订单 预计这些订单将出现在各种产品中 这是意料之中的 目前 苹果似乎是唯一一家选择使用台积电3奈米晶圆的客户 这可能是由于台积电几个月前推出的涨价 据报道 苹果作为唯一一家 能够获得台积电3奈米工艺出货量的客户 很明显 该制造商的工厂将无法满负荷运转 即便如此 考虑到苹果在整个日历年内销售的iPhone数量 台积电仍能以70%的比例利用其设施 剩下的30%可以 在苹果今年第四季度看到需求回升时 再加上 目前第一个能够充分利用3奈米工艺的晶片是M3 据说它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用于13英寸和15英寸MacBook Air机型 稍后 苹果将在其3奈米晶片系列中添加N17仿生晶片 但它将专为iPhone15 Pro系列 然而 台积电N3节点的改进版 N3e工艺也可以增加剩余产能 未来高通和联发科等公司可能会选择该工艺 有消息称 高通第四季度 推出销龙8 Gen3有可能将使用台积电的N3e工艺制造 但也有人认为N4P是更合理的选择 联发科则计划在2024年 开始使用台积电的3奈米制造工艺 消息人士称台积电这家行动 SoC业内量产专家将推出N3e工艺制造的解决方案 台积电已于2022年第四季度将N3投入量产 并逐步扩大工艺产能 三月的月产量将达到4.5万片晶圆 台积电预计客户在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对3奈米技术的需求会更加强劲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